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 直播由于省工省力,不仅减少了繁琐复杂的集中育央工序,而且避免了灾差央苗伤根动静等待反清的移灾过程。所以,简化的直播水稻种植面积正在不断扩大。 以前靠人工撒播种子,种子分布不均匀,种子的用量比较多。撒到田里以后,无寒无惧,散乱生长。 羊苗分裂以后,由于透风透关比较差,病虫害比较多,用药量也比较大,田间管理非常麻烦。 随着精量播种,精量施肥等现代农业理念的树立,对直播水稻种植结本增效,节能环保提出了更高要求。 这样,新一代水稻播种施肥机械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。 把发芽的雪岛种植,直接撒到大田里,让它自然的生长发芽直到成熟。 这是我们雪岛直播,栽培机器的基本原理。 如果我们能够用机器,把这个发芽的雪岛种植成条,成行,就播到田里。 而且同时要把低肥撕下去,那这就太好了。 这种机械能使稻种保留了27厘米的行锯和均匀的力锯,并在稻种行间同时均匀深湿底肥。 单株秧苗营养吸收面积均匀分配,光、温、水、气、肥供应充分,并从害发生降低,农药使用相应减少。 针对南方水稻种植现状,这种水稻播种施肥机,由叶片式独轮动力机头,挂接牵引装置,浮动船体,播种施肥装置,四个部分组成。 配套动力为四到五马力柴油机。 这么小的柴油机能带动这么大的机械吗? 带得动,因为我们的播种装置,四肥装置,以及种植箱里转的种子,肥价里转的肥,都是支撑在传地板上。 传地板在前面花心周里小,所以不用多费劲。 每小时,用油量大概是一千克,所以有省油,有省力。 田间作业时,船体底板将更整过的田面脱平,并用底板上的开钩装置,同时压出香钩、旗钩和肥钩。 种子以四厘米左右的浮宽,定量调拨在脱平的漆面上。 肥料定量调湿在漆钩下面的肥钩内。 船体后面的压种板,把田面上的种子轻轻压入泥内。 漆钩装置,适时把湿入肥钩的肥料盖上。 从外形上看,柴油机的动力并没有传给排肿器和排肥器。 那么排肿和排肥的动力究竟是哪儿来的呢? 你看到这个机器后面这一个轮子吗? 这个轮子我们叫椰片地轮。 在作业的时候,把地轮放下去。 那么机器前进,地轮叫做卷洞。 通过这一级点条,两条传动。 然后通过两边的另外一级点条传动。 就带动了我们六个排肥器,八个排肿器。 同时进行排肥和排肿。 因此我们这个机器在行进的过程中,排肥排肿是同步的。 到了底头转弯的时候, 或者是我们要转移田块的时候,这个地轮是要提起来的。 是啊,只要叶片地轮不入泥也就不转了。 排肿器和排肥器的工作也就停止了。 说起排肿器和排肥器,这里面还有窍门呢。 什么窍门,还要从发芽稻种的特点讲起。 稻种表面比较粗糙,经过进种催芽,含水量增高, 加上芽和根的影响,流动性较差。 无独有偶,这位农户正在用棍子捣鼓肿箱内的稻种, 好像排肿器里的种子下泻的不顺畅。 你千万不能用棍子气筒啊。 这一筒呢,这个什么问题? 它就是我们这个骨子栓的压力。 你这一筒啊,这个压子就通断了。 通断的不下去以后,它就不发芽,不去苗了。 就降低了我们的去苗力,对不对? 如果没剥云,你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哪个排肿器有点抖。 抖的原因有多种? 或者是我们这个种子啊,太实了,牙根太长了。 就现在血液分很重,血液分很重,流动性就差。 这流动性一差,当然它就实下,实不下,就造成了不均匀。 我们这个排种扣啊,间隙调得太小了。 就是所谓间隙,就是三到七毫米的一个调整间隙。 该调就要调,该调大就要调。 原来,窍门就在肿箱里。 这是排种槽轮。 这是排种口。 这是振动活底。 播种时,排种槽轮上的齿, 让振动活底不断地连续振动, 防止倒种粘接和起拱架空出现堵塞。 保持良好的流动性和顺畅下泻, 也就不会出现播种不均匀的情况了。 为了避免发芽倒种损伤, 槽轮齿部与排种口间隙宽度可以在三到七毫米之间进行调整。 芽越长,间隙应该越大。 必要时还可以调整排种器, 槽轮有效工作长度, 也可以改变播种量的大小。 有效工作长度越长,播种量越大。 总之, 只要芽长不超过稻种伸长, 播种质量都能得到保证。 俗话说, 有钱买种, 无钱买苗。 为了实现精量播种, 保证基本苗, 农户正在田里计算播种量, 反复在播过的一段距离内点数, 不断地搬动排种手柄, 调整播种量。 这里许教授提供了一种快速准确的计算方法。 许教授提到的快速准确的方法究竟是什么呢? 又得从地轮讲起。 这种水道播种施肥机的地轮, 如果在田里转动了160圈, 就相当播了一亩水田面积。 那么, 地轮转动了16圈, 就是播了十分之一亩水田面积。 在机械下田作业之前, 按照十分之一亩面积的要求, 把播种量预先调整到位, 何乐而不为呢? 具体方法是这样的。 在八个排种管口, 分别套上塑料碗, 八个种箱内, 分别装入250克左右的稻种。 然后在30秒钟内, 用手均匀转动地轮16圈, 称一下八个塑料碗里稻种的总重量。 如果大了, 把调整手柄向小方向搬动, 小了就向大方向搬动, 直到符合十分之一亩播种量。 通过手柄控制每亩用种量, 可以在700到3500克之间进行调整。 以此类推, 每亩施肥量根据农艺要求, 可在15到40千克之间进行调整。 原来如此, 所谓精量播种, 精量施肥, 就是依靠这些办法实现的。 看来, 这一片水田已经播种完成, 要转移到别的田里去。 如果是软道路转移, 在船体后部装上运输轮就可以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